請教豐開評 這次科技股的修正 除了因為輝達跟台積電的這批晶片 引發市場疑慮之外 真正的市場資金很大的去幹崗的壓力 來自於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 而且確實套利交易 carry trade的資金 乾坤大挪移的過程當中 科技股首當其衝 這個上個禮拜五到禮拜一 我們那個四個尤其是四個變數 我們一直都是以為說 美國財報的問題 這個經濟數據引起的問題 好像影響得比較嚴重 後來我們在這兩天才發現 原來真正那個暗潮汹湧 真正比較影響很大的 大家把他忽略他的重要性 其實是在這個利差交易這塊 那非常有趣 六號的時候 岸田文雄就開始說 我們會大家冷靜面對 我們官員會跟這個 來這個央行會來做 會來做來做全面的審視 我想某種程度 應該也是如果我我今天是民主黨的陣營 我應該會非常非常關心 因為有個指數 大家知道嗎 標普美式標普五百指數 如果在選前三個月是正報酬的話 他現任的那個所謂的 要尋求連任現任總統 他當選機率是百分之八十 可是如果標普五百 若是在這個選前三個月是賦報酬 哇那不得了 當然平這個歷史紀錄 有九次都是八次現任 尋求連任都是落選的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就是說安庭文雄他這個這個說出這話非常有趣 今天早上的時候就突然間也說這個副總裁這個他那個日央的副總裁這個都是有田內田真一他總裁叫黑田東焰 他副總裁內田真一他開始就放話就是說這個市場金融市場還沒有穩定之前呢我們就不會來做一個升息的動作 哎不得了這句話說出來之後九點半之後是日本股市由黑搬紅 然後日幣那個本來一直跌到這個已經從一百六殺到這個一百四幾的這個日幣 一百四十一四十二反彈到一百四十七 對現在已經台到一百四七然後這個下午時還一百四七一百四又在那邊擺盪 哎各位你知道嗎這個結果日本股市這樣結果沒有想到我們台灣股市 台灣股市經過昨天九點半的那個融資的大大血息這個斷頭之後呢 哎好像感覺籌碼稍微穩定一點結果今天喔今天反而是因為這樣子 結果臺北臺北股市今天呃在這個前前兩天前天的時候 這個不是八百檔跌停嗎今天是兩百檔漲停盤 今天就大漲上去了所以說所以說在這個地方來講 就是說呃大家去想想看喔這個原來是因為日本 原來是因為這個這個全世界這個所謂的一個金融機構 等於說去借那個日本或是這種這個低利率甚至於零利率的 然後呢本來他們就預期說美國在九月要從利息要來做一個降息的動作 然後他們也慢慢的從日幣升到日幣這個呃從一百六變一百五之後 他們就準備要來做做做這種 為這是為什麼會引起這種雞杯狗跳 就是因為日這個央行日本央行這個動作 這個出乎預期的升息一碼暴力升息 就打壞他們的計畫 就他們就等於說很快速恐慌性的這個殺出 那有這個有這個所謂的一個瑞銀有說過他們目前只殺出百分之五十市場上在 今天在昨天有討論 不過我認為今天早上這個呃日本央行的這個所謂的一個說法 其實呢會把這個所謂剩下百分之五十還沒有出掉會稍微消離掉 因為呃這個腳步放慢的好出嘛 就像比如說我們國安基金的互盤的時候 他出不會出在那個最低的時候 他在大漲的時候出可以出的比較來無隱去無中 會出的比較不會干擾市場秩序所以說接下來我認為說其實這個因素應該會有慢慢的稍微得到一點緩解 那再來就是說呃剛剛我們討論到很多的這個AI嘛 這個譬如說黃恩勳賣股票 那在這個六月七月來講的話 他已經大幅度的一個賣出去 那他的目標五百萬股 其實接下來也差不多 應該也賣會賣到一個尾聲 那至於這個瑕疵問題 剛剛也有討論過 那其實我覺得真正最後的底定 應該黃恩勳也快來了嘛 他應該會做做個說明 不過黃恩勳來會救臺鼓 他每次都會帶動一些作用 雖然說他的那個效用有點在遞減啦 不過就是說你看今天機器人又活蹦亂跳 對又長得是最 可是這兩天被斷頭的閃戶跟少年鼓神 就等不到黃恩勳的救護車 對在這邊在這邊就是也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不要說什麼 有一句話叫什麼 這個好了傷疤忘了痛 就是說千萬不要再去用這種所謂的一個槓桿 過於槓桿融資 但其實在這個地方來講 就是說臺北股市 臺北股市我覺得未來在這個AI的情況 應該會 這個疑慮應該會稍微有點緩解 不過反彈上來 一切都還是籌碼的問題 那至於在美國股市 這個地緣甚至 我們沒有辦法來做一個很精卷的一個掌握 但是對科技類股的疑慮 其實美國股市已經開始有在降穩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